哈喽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一期内容我们就延续上一期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深入讲一讲关于道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上一期就说到了道教跟道士 那在道教里面的道士他们是属于官方的道士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像教旨证啊 然后像路迪啊等等的这些官方认证的道士的一些东西 在手上一些证件 那在民间的话其实也有些道士 他们也是拜过三清祖师爷 然后有师承的这一类叫做民间的道士 那民间的道士他们师承来自于哪里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法教 那民间法教的概念就是流传于民间啊 结合了道教、佛教、巫术、民间信仰等等的 发展出来的一种民间教派 就叫做民间法教 民间法教呢它真的非常非常多 大家如果有听说过 请把你听过的民间法教的名字打在弹幕上 如果大家是我老粉的话 听的最多的民间法教的名字肯定这是吕山 对不对 吕山就是我们民间法教的一个大门派 一个很大的法卖 那除了吕山之外还有像梅山、六任、袁皇这些都是比较出名的 然后还有很出名的一个叫茅山 这是民间茅山我们简称明茅 它跟圣青茅山又是不一样的 还有像红莲教啊 这个也是民间法卖的 红莲白莲 如果大家有听说过义和团的故事就知道他们是刀枪不入 对不对 因为他们练了一个神功 这个神功就来源于红莲教 上一期视频里面我们也讲了啊 官方道教它比较重科和理 就是比较重科疑跟道理 他们是医科研法 有非常多很合乎规矩的科疑 有自己的兵马 还有自己的俘虏 这些都是根据祖师爷传下来的一些东西 然后一步步规整到现在 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 很官方的一套科疑在里面 虽然说官方道教的科疑比较繁琐一点 但是因为他们注重内念 也注重于内敛 也比较注重于资历 所以对于每个道士 他要经历修行的这些要求跟戒律是非常的多的 因为他要注重条理 整个人他们是求长生之道 比方说他们最出名的规矩就是早晚课 那法教跟道教不同的一点 就是法教是规矩没有那么的多 基本上是你的法脉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 所以之前就有人说自己的法脉 民间法脉上面师傅没有说不能吃牛肉 所以他们都是可以吃牛肉的 但是刑法的时候不能吃 因为会破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既然你刑法的时候 吃牛肉都会破法 你平时就不要吃了吧 就自然他不吃这个东西 肯定是有他道理的 对不对 那我刚刚就说了啊 道教它是注重于科和理的 那法教中什么呢 法教当然中的是法 所以呢很多在法教里面的科医 我们是叫做法科 那些法科呢它有什么特点 就是非常的迅速实用而且不繁琐 那法教呢它同时是比较注重于传承跟过功的 那像我们自己门派 我们法脉上面是分成小教宗教大教跟传教 就是理论上是一年可以过一教 但是师父会根据你的资质来决定你能不能过下一个教 那过教的时候呢 就是他不仅是师父继续决定 还要问你上面的施工 就是法脉上面的一些长辈 还要问你谈前的施工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一辈子只止步在小教 也有人可以很快以最快的速度拿到传教 那拿到传教之后就证明你有资格去收弟子了 所以在其中的小教中教跟大教这些规矩里面都是不能收土地的 因为你还没有学成还没出师 等到你是传教了 你才是具备的出师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所说的过功就是每过一个教师父会给你传功 有点像密宗里面的灌顶 但是他只是一个不同的名字 那传功的时候呢 师父就会把他身上的一些功力传给你 那每次我过教的时候师父给我传功 传完之后都会跟我说 好了好了够了不要像海梅一样老师想吸我的功力 那法教很特别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的法主公 就是我们的祖神 还有我们的历代师公 老师公 还有音师 还有上坛下坛 还有兵马等等 这些都是法教比较特别的一些地方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一点 就是我们的老师公指的是什么 其实我有问过其他像正义这样的师兄 其实他们也算是有梦中传师这种 但是必须你要入门之后 他们说除了你的传授的恩师之外 他会梦里会有一个师父去指点你 就你可能会做梦的时候就会师父教你东西 然后要你去记住一些东西 这叫梦师 不过他们的梦师跟我们法教的就没有那么连接比较多 以我们这条旅山法脉为例 我们每个人理论上会有八个师公 那八个师公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 那这些师公他们有什么作用 有伏笔师公 有随身师公 有坐谈师公 还有同身师公 还有其他的一些刑法师公等等的 一共是八位但是不一定八位都出现 只是你有八个空位给他们 对于在身边 那经常跟在我们身边的就是随身师公 而且随身师公是会变的 如果你等级变化的话 其实你随身师公是会变的 那坐谈师公则是你立了自己的谈之后 你会有师公在你正谈 那还有伏笔师公 就是你在写伏的时候 你会写得越来越好 是因为你写的时候那一道气 一开始 尤其是你刚入门的时候 可能写的不顺 但你会写的慢慢顺起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师公给你拖着你的手 让你写的 就是你会有那道气在里面 那刑法师公就很好理解了 刑法师公就是你去做科疑 或者是你去借法刑法的时候 就用功力的时候 这位帮你的师公 那还有一个同身师公 什么叫同身师公 这也是法教里面争议点比较多的 就是上童这个事情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有讲过 因为我是有同身的 但是上童不仅仅在于旅山 其实在六任也有 其他的一些法教里面也有 那上童的这一位呢 其实是你自己的师公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谈上面的一些师公 一般什么情况下会上童 就是你有任务要去完成 或者是师公有意思要传达的时候 师公就会上童 那我不是很官方的开过同身 只是因为我身体比较硬 所以当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所以上童 那童身这个我们后面再详细的说 法教的兵马呢 它跟道教的兵马是有所不同的 那法教的兵马呢 有一些呢 是祖师爷自己的 就是我们这个法卖上面 一直下来的有一些兵马 然后有一些呢 是师父自己的兵马 然后分一点给你 或是我们自己老师公自己有的兵马 然后我们办事的时候就给你用一点 那我们所说的五营兵马 它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兵坛在那里 这些是法卖上面的 就是师父给你立兵坛 你才会有的这个些兵马 那其他如果你平时我们要放法 什么的一些兵马 目前来讲 我们都是用师公自己的兵马 只有说师公给你用你才能用 这种就不属于自己养兵 那还有武昌兵马 然后还有阴兵等等的 阴兵这些我们会去收兵 这些就是题外话的 这些都是不同的兵马系统 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立兵坛 所以详细的等我以后有了兵坛 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那道教跟法教呢 除了这些区别之外 其实装扮上面也是有所区别的 那道教呢大多数都是穿道袍嘛 然后大家可以看他们的戴的那个头冠 去判断他们是全真的还是正义的 那法教呢是对衣服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约束 就你没有说一定非要穿道袍 而且法教比较少像一个道观一样的一个地方 让我们去做一些科医 一般都是以谈为主 就是民间法谈为主 有可能在家里就有个法谈 比方说有个门店它就有个法谈 它就不是一个道观一样的一个存在 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穿道袍就显得有点过于 所以一般我们是穿着上面比较自由 如果呢如果某一些情况下 我们也会穿一些法衣 比方说旅行我们会有那个法冠 然后也会有法裙 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 还有法鞋啊法器等等的 法器可能是前边万化 那当然了法教最重要的一个法器呢 就是法扇 这个法扇一般呢是师傅写给你的 然后我们所说的有法扇在 谈就在 我们出去办事的时候把法扇一展 就已经把谈立好 然后我们再请神来 然后就是这就是我们法教的办事 就不需要说我必须要在神坛前面 必须要有很大的神像前面去办这些事情 这就是法教非常方便的一个办法 这吧反正是我自己写的 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因为两边都是自己写的 然后好香的香火味 这是专门带来瑞士的 法教最特别的一点是 法教是要借法的 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借法 就是借祖师爷借法给我们用 然后呢 当然你自身也要修法 如果你自身是比较强 已经比较强了 你再借个法就是强上加强 这样子就可以让你做事情很顺利 然后我们借法之后是要跺地的 一般是跺左脚 所以我们是有法鞋 就像我师叔一样 他就会专门背一双鞋子 是他做事的时候穿的 就是大家看到这种鞋子 对 然后他每一次要借法的时候 跺地就会用那双鞋子 那种鞋子就越跺越有力 每次用的时候穿那双鞋子就会飞上 久而言之 那双鞋子也会变成了你的法器之一 那像六刃呢 他会有一个红肚斗 然后还有一个法帽 然后这些都是不一样 然后如果带大家有去看那个 我想想 有一个很古老的港片是红金宝眼的 然后他当时全是捷满的服 他就上筒嘛 然后他穿了个红肚斗 然后还有一个 我和江西有个约会里面 马丹娜出来的时候 他是说毛山山 毛山山宝 法善混天灵 还有红肚斗 他们也是他们的一个法器 这种都是我们所说的民间法教的一些法器 让你尝尝丹娜三宝的厉害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条视频就会分成上下两部分 那这一部分讲完了 我们下一部分 就下一周我们会聊聊 关于法教的一些争议的点 比方说上童 那我们之前说的像道教打一这些 也要放到下下期去讲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留言 我再统一跟大家说这些内容 如果对大家有帮助 或者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 也欢迎留言 给我点一下小信心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